勞工被開放 我覺得生花可以說是 中國球迷文化的一個花源地 這兩年因為疫情 兩年沒 對 兩年沒來了 这是我们的红口足球场六号看台 我们从2000年在这边成立了篮模 也是中国第一个球迷组织 这片看台也陪伴了我们很多时候 可以说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也希望疫情能够早日恢复正常 我们能够重新站在这片看台上 和神华一起战斗吧 这个是所有的人都会失望的一点 前三前四的哪个样会没有应该是最基本的 我相信从我开始在座的所有人 谁也不愿意进到这个赛区 好清楚第一名人家看着也没那么硬 我们会要放开手脚锻炼一些运气 中超联赛手续特别兴奋 坚信心一点 射金字总会发光 可以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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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五球 王海健这球还有机会 再来一步 恭喜 恭喜 强强三人组 这里不只有体育 也有着人生的点点滴滴 共同选择后体育第一台 欢迎各位所听收听FM94.0 五星体育广播 这里是正在里面带来的 强强三人组 各位好我是王娟 我现在还是跟德成 我同事德成分工是一样 但是说实话我挺羡慕她的 因为她是出海港的比赛 那我说生花 保鸡组的比赛 上海生花现在保鸡组 因为保鸡组我们当初 联赛规则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很清楚了 这个保鸡组的名次上线 就是第九 上线就是第九 哪怕你拿了满分也是第九 如果你一旦掉到保鸡组 这个保鸡组的八场就对你来说 唯一的意义就是给新人练起 明年联赛真的开始之后 你说你有没有多少胆量 可以让他们去练呢 那这个比赛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这是第二阶段是吧 我们苏州已经来了第三次了 第三次了 不过这次来呢 我先说一下感觉 这次来我感觉还是可以的 怎么可以呢 这次来我享受到了顶级球队的带影 酒店 哪栋楼我们选 对吧 场地 哪片场地我们选 一切都是我 因为我们22分 但回过头来 回到房间想想 其实也在哪儿郁门 对吧 本来 我们好 我们应该是个大学生 对吧 现在呢 大学差几分没考进大学 只能混到一个职校 对吧 或者一个装科学校 做老大 我相信从我开始在做的所有 谁也不愿意进到这个赛区 为什么 一个我们就不应该 我们的实力就不应该到这个赛区 对吧 第二个到了这个赛区 会出现什么问题 全是批命要保极大的 这个很多问题 很多事情 就开始暗流涌动 对吧 这对我们又是一个很 又是一个考验 这每场比赛 我们还是要齐齐的去争取 每场比赛的胜利 这个是Invent 三天一场 隔两天 第三天就比赛 你们自己想一想 有谁能做到八场圈的底下 大家慢慢去比赛 接下去的讨厌 我们就讨厌我们的猫子 讨厌我们在座的教练 你们要去懂老子 如何让队员的集体性 战术发挥得最好 那么这个霸轮比赛其中有一点 我们会要放开手脚 锻炼一些年轻人 和外界预测的一样 锻炼队伍中的年轻球员 是本阶段深花队的重要目标之一 在此次深花出征名单中 预备队主教练王云的加入 也是球队将会给更多年轻球员 机会的信号 我是19年年初退役的 退役之后是留在这一线队 以学为主 80年当时是预备队主教练让我 我觉得这个转变对我帮助是非常大的 在中超第二阶段保机组的球队大名单中 便不乏王云玉被队的弟子 我是何龙海 今年20岁 左边前卫 右边前卫 我是王云 今年23岁 上海深花的编后卫 体能方面还有拼劲的方面 对我来说可能是优势吧 我和何龙海是室友 会互相鼓励吧 保机组的首轮比赛 毛指导准备将深花的右路交给何龙海和王云 但在比赛前两天的日常训练中意外发生了 喝口水 喝水 第二天要首发了嘛 然后在前训练受伤了 就感觉自己运气不是特别好 因为下场本来是首发的机会 然后突然一受伤心态啊 各方面都遭到了很大的打击吧 他这个伤病非常突然很可惜 他肯定也很伤心啊 毕竟我们俩第二阶段机会会更多的忙 受伤当晚何龙海便前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核子共振检测 换性的是 他的伤情并不像想象中那样严重 他当时受伤的时候就是说至少两周 现在至少十天 明天估计至少五六天那就行了 大家都想得比较严重嘛 我这个伤 看到我下地去餐厅吃饭 然后自己走路也能走 就没有想象大家想象中那么坏的情况 我还跟福祉导开玩笑 我说把证件发给你 叫你穿着队服带着证件看比赛 哈哈哈哈哈哈 有一种如临现场的感觉 哈哈哈哈 谢谢让我感受一下 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 下场我跟你就去而已 快聊好快聊好 下场也马上啊 上夜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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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夜晚 大火天一下就过了 走 等会该你搞容易了 今天要放松些 现在形态还是放得挺平稳的 难受啊 现在都难受 现在 但艰辛一点 试金子总会发光 什么东西 Music 33 不向处 甜霜 来这种好 小米 大家 wn 这种 比赛 生长 什么 超 两个 比如说 Europe 桜 这种 synchronous 一 这两天还一直在照顾 是吧 把他复兵 备抬 那我们可以多好几趟 玩儿子的小孩不错 相当不错 人挺正的 来到现在 其实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会有悠悠的 大家想一想 这个二十二分期是 我们整个这个赛季对我们最大的一种思路 对吧 我们的目标从来没差这么大 好吗 所以我希望从现在开始 这些优越团就要靠掉了 接下去还是团结一致 认真打投比赛 好吧 也期待你们能够带来我们所想要的赛季 上去就紧起来 对手肯定会很拼 他们会争处还战 我们在冰镜上不能输给他们 这边有很多是我们的前队友 他们也想证明什么 那希望我们也能证明自己的事 好吧 OK 一二分走 一二分走 这支队友我是非常了解的 他们 在这里出来 竟然应该是最起安全度 在各方面 其实我们也要做好一个答应 咱们准备 青岛队主教练 吴金贵 与生花队的关系 不用过多追溯 面对急区分数的青岛队 外界猜测 生花将放水送分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也将成为 生花队比赛态度的 石金石 尾边温家宝直接起球了 还是找顿比亚 二点下来 赵石出来 人了 带到脚了 点球了 阿德林 面对赵石 助跑 左脚是慢 一比零一比零 三十二分钟 山沙花通过点球局的领先 打到中间 真稳啊 看看能不能拿到 再给给出来了 还能不能翻一点 啊 根据还有机会 再补 作为年轻球人 要抓住这来之不疑的机会 在场上 要大胆表现自己 通过比赛来乞累经验 球场上 海健并不像赛前 发布会那般谨慎 他和他的一二三 队员们的表现 让球迷眼前一亮 比赛前一亮 怎么没看到我上场什么什么呢 就是我上了 然后就回复一下 应该没啥问题 打后面比赛应该 目标 当然是进球 能进一个 能进两个 就进两个 能进三个 就进三个 好吧 我们下半场 还是 我还是这么打敷 还是一个原则 往前 打他身后 包括海健 我看你前叉 牵扯 侧应 都挺好的 那么创造出机会 大家 不要轻易地去浪 尽快地扩大比分 确定你先优势 好吧 大家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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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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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后卫线上 神话队派出了 温家宝 朱晨杰 王毅 三名 一二三 只是实力相对较弱的 青岛攻击线 并没有给小将们 制造太多压力 哎 都会闯一块的 这王海健的太积极了 实际上 钱杰杰已经把这个区域控制住了 对对 他过来抢这个球 钱杰杰传得漂亮 阿兹里恩 右侧停住球 调整左脚射门 封出来 有没有补射 比亚玩的一个花哨的脚后跟 把球踢进了大门 2比0 和自己那些在船中 后连 顿比亚投球 已经进了吧 这球已经进了 感觉 进球有效 这样的话 这个是比较清晰 比较好判断的 阿德里恩进一个 顿比亚梅凯尔图 一模一样 这样的话3比0 这和日升赛的 进球队员都一样了 暴击组的首场比赛 神话最终用一场 3比0的大胜 击破外界所有猜测 与欢迎 本场比赛结束 最终一分 那个 首先还是祝贺大家 昨天大家取得了第二阶段的开门红 场上的表现都不错 无论是从对比赛的态度也好 对比赛的专注度也好 都做得非常好 手转弓也做得非常的好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顿比亚龙死形成单刀的那个球 三角残地就形成了一个单刀 从我们自己进去的前沿 从我们自己进去的前沿 海剑抢下二点球 一脚残地给了阿德 阿德第一时间 给了宝洁 宝洁很坚决啊 宝洁一仓 龙死跟上一痕就是一个单刀 还有就是还没结束 龙死被扑出来以后 骨射的是海剑 海剑从我们自己的禁区 一直跟进跟到了对方的禁区 形成了普遍 虽然没进 那么昨天我们的外员也好 我们的其他的老队员也好 都真正起到了以老代新的作用 在你们的带领下 年轻队员就相对都发挥的也挺好很平稳 所以这个真正起到了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比赛三天一场 有轮换的 也有根据对手情况 我们会做出调整的 大家每个人都做好了 包括自己的竞技状态保持好 好吧 OK 欧文 最后一阶段 毛义军的战术意图很明确 加强跑动 提高攻防转换的效率 三天一场的比赛 加上如此战术 球员们的体能将经受非常大的考验 还有 走走走 绿的绿的绿的 来球 来球 老师先回 先回位 对 一个防两个先落位 走 虽然在保机组 生化队有着鹤立鸡群的实力 但是他们必然不是来走走过场 拿球 拿球 红弹 八战全胜 是总经理周军 为球队定下的军令状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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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跑动距离破万的 一半以上 可以就是 你一看这个场面 就是他们肯定的活动 因为 共亡正记得 得一日保持老 他那个玉林川山乡 那边 到早晨七点多钟 才下班子回来 睡觉 睡得刚刚起来一会儿 陪他女儿佛西一会儿 英语才吃饭 现在多辛苦啊 今天暂时就有一桌定位 昨天微信上跟我说的 他说有两个人 他说看球 我说看生花 我还特地给他确定一下 是不是看生花 因为晚上还有英超什么的 我现在看生花的人不多 我说是不是看生花 当然是 如果进入正贯组的话 就不会那么少的人 可能每一场可能还有 七八桌这样子 但是现在可能一场只有两三桌 最好的名次也就是第九名 考骑出第一名 人家看着也没那么意思 是吧 你要是在正贯组的话 那个形式就不一样了 本来说不定他正个亚贯的一个资格 对吧 现在你记得最好也就是 今年怎么是完蛋 第九名 罗生花球 他们都忘记 就是把生花的赛程都忘记了 就说起来今天还有生花的球赛 就是这样的 现在都不关心了 急比急啊 就问一下比分 不会像以前的 就是找到处找饭店定位啊看球啊 上一场比赛打青岛队 是我第一次打中超联赛首球 特别兴奋 然后我想感谢主路部教练组 包括队员们一直以来 对我的信任和支持 下一场比赛打的场中 我们可以全力补补这场比赛 然后希望明天能拿到三分 处要答应 소 Franco 紅樊 虽然早早领先 但倉州的实力明显高出青岛一筹 队员的发挥 并没有达到毛义军的要求 国家队队长吴希在今天归队 这对于深话来说是个好消息 但是对于汪海健来说 他的出场时间必将减少 选择 跟左侧右脚再传 这点稍微低了一点 他肯定是得猛 好不容易捞到上场机会了 就得表现 就得拼 来一张黄牌 这动作是猛的 对 年轻就是要敢打敢拼 但王毅每球必争的球风 也让他领到黄牌 这张黄牌的影响明显体现在球场上 是男生超队外员 换下二十八号豪宁币 换上十一号吴汉超 换上三号张鹿 这一下有点麻烦 奥斯卡在出 停的也不错 表声间 猪独四个点包抄 船质量怎么样 蹭了一下后连 机会 球界 八战全胜的目标在第二场就化为泡影 保机组的比赛并非想象的那样轻松 苏州赛区的比赛场地距离训练场 都有一两个小时的车程 每到比赛日 全队装备的运输是一个大工程 这个是一个 看看 大约需要48分钟 48分钟 我叫张志勇 我在生花主要负责后勤这一块 他们都叫我舅舅 因为我的外甥 曹玉定28号在队里 他这样叫我 所以队员也很亲切地这样叫我 所以这样我在生花队工作各方面 都像一家人一样 感到很荣幸 很高兴 很开心 今天我们两个国家队都上来 应该没问题 陪着球队走南闯北 这三个大大的铁皮箱便是真正的白宝箱 这三个铁皮箱从应该04年 这已经换过了 这是属于第二代第三代的 安排的就是底下是比赛服 第二格是备用的钉鞋 备用的护板 上面一个箱子基本上就是 比赛之前的点心啊或者什么比较方便 因为下雨天他也不怕 你尼龙包下雨天就会潮湿啊各方面都有不方便之处 队伍抵达之前 老崔和舅舅便早已把更衣室布置妥的 队伍抵达之后 他们也会在更衣室门口的走廊随时待命 与更衣室内紧张的备战气氛不同 属于老崔和舅舅的这条走廊 是队员的赛前放松的唯一场所 是在这条天心里面哪 是有点赖呀 试一试 我还是再传 准备留牙了这个 哎呀满米满米 学完了 我喜欢的 怎么飞的 有点消息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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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来 好 昨天比赛 我们还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 昨天定位球成功了 好球 这是无锡的回头望月 昨天定位球进了 叫球不进了 定位进成功 你是给他切进 根本是成功 前几个没按照他要求拔 球都没拔起来结果成功了 拔起来不定成功 拔到练的时候 有拔前几后撑 是吧 是前几 无锡昨天 他说我看他发不起来 我就去到前点去蹭 这个就是一个球员 绝对人 他阅读比赛能力还几 国家队就一个思路 就一清晨 对吧 还有机会 要到什么呀 投球球进了 主席 只能说王子 对文庆队的研究 还太透彻了 这个天就没办法聊了 这个天我觉得 就应该这么聊 第一个进球王毅可疑 只有王毅强无聊 抢断 非常强无聊 这种反强 是他拼下来的 敦比亚做给利利的 这种反强 要好减 对吧 昨天阿森娜打利芝联 打了四个 三个是抢下来 反击净的 这个才是现代足球呢 嗯 我应该看出来一点王毅的 中国足球 他现在这个新老交替 你接着你的老耐烧去地面 这时候你就要练好墙 他们进行一墙墙 一墙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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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墙就转 你一墙的 他怎么看他们 王毅转了 他现在这往下来 有点紧张了 一看一看 是不是可疑可疑 因为已经紧张了 有些外规 冻出来的东西 王毅第一个黄牌 他本应该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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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高了 他成绩已经高了 所以就没有 王毅的犯规 导致主三番对他出示了黄牌 这个球王毅还是过于年轻了 他们反正脑子里就这个人厉害 死活要拽他 无锡毕竟刚刚恢复训练跟比赛 后十分钟就把无锡给换下来 也给更多的年轻球来上场机会 对 王海健在最后十分钟才有机会上场 但他明显不在状态 他明显不在状态 十二九啊 谁谁谁谁谁谁 谁谁谁谁 谁谁谁谁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强强三人组 这里是FM九十四点零五星体育广播 我们接着来聊现在中超的情况啊 可以跟大家说个很有意思的数字 当然你看眼几分榜肯定都能明白 生花现在是三轮第二阶段三轮踢完两胜一平 二十九分 只比排在第四的长城亚太少三分 就是一场走 就是你要是按照这个排名讲 现在生花应该是往亚冠去抽的 但是这个说法 你之前在分级的这个就第一阶段比赛当中排在分区的第五 你没有进入正贯阵 那你怨不得别人 你到了下半区了 你现在在保级组这边碰到的对面的那四个队都是实力相对较弱的队 你赢球是应该的 说实话两胜一平这分数都不能给你打太高 对你中间打苍州你还平 平了一场 而且现在对生花来说有个什么事呢 就是他不能轻易的去输给某一支队 否则就有左右降级 这个就是操控降级的这样一个协议 基本上能用的年轻队员是满格 王毅 王满建 满格使用 唯一比较可惜的是什么 就是确实有些真正要 真正最需要拿这个比赛去跟球队练一下 就是包括我们说像周俊辰 和龙海 还有那些在外面的球员 他没有能参加这个比赛 阿武奇从后四轮开始 我们不是让要更多的年轻人 只要你去新年和铁克军 无非就是那个和龙海如果好了 应该没那么快 没干过 你看我现在把他一干 我明天训练 刚跟一上我说一二刚训练 对啊 他跟我也这么说 没落实意 下一场就能踢吧 没落实意表切 我感觉他要打比赛 能够赶上最后两场已经算不够了 山上强了 就是看您的呢 他运气其实有好有坏的 张姐生生的快 帮两次就挺好好的 我以后都来收拾 现在脚绑着对吧 对 绑着稍微就 通力就很弱 已经挥出得像筷子 反正 发紧治疗 何龙海可能是深花所有U23球员中 最渴望登场的那个 上赛季 他本来就能站在中超的比赛场上 但因为违反国庆队纪律被停赛半年 现在的何龙海知道 握心肠胆后的机会是多么珍贵 当时是有机会直接在一线队踢上球的 突然出了这个事 在预备队一直呆了半年 没有比赛 只能训练就对自己影响也特别大 然后反正经历过那种事情 自己也变得非常成熟了 不会再犯那种事 和龙海的脚不贴 腿切的跑 他那个脚 我现在怎么看啊 他转这么大一块 他急了 他有这么大一块 不用急 再扬一扬 他不要急 背身转 再打门 漂亮 来去多拉多 61分钟 出跑 停顿 打门 见过了增堂 结束 河南松山龙门 凭借着多拉多的没开二度 2比0战胜了上海深花 手循环比赛结束 两胜一平一负的成绩并不算迷晓 随着圣诞节的来临 俱乐部考虑球队现状 决定允许外员离开 这也意味着 年轻人将获得更多出场时间 就在自循环赛前 和隆海终于在训练中 穿上了象征主力的红色砍剑 走隆海 走隆海 对 OK 拿球 红的 大家明天全力拿下啊 一二三 出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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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队员多鼓励他们 失误了 没关系 大家再货 就我们出场的这些人 只要我们打好了 按照要求去做 一向一样能够同样拿下他们 和隆海终于在伤病的困扰中 找寻到机会 另外 随着增程的理队 小将马振 也将迎来第二阶段的首次出场 一二三 出货 加油 两队实力的差距并没有体现在比分上 深华一次次浪费着进攻机会 好 放好 好 放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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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内部的配合 王海健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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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秋 云秋再传 再跟杨绪 杨绪 你妹 妹 这个球 哦 这是排球高高 双铭健 右脚打进 打圆 打圆 好球 这球穿透了人墙 打在了远门柱的立侧 弹进了球门当中 找明健的金球 基于展现自己的河永海在三人围堵的情况下 依旧尝试带球 这让青岛队得到了他们期待已久的反击机会 这该传的时候没传 该带的时候没带 不该带的时候有带 反击上来 反大了一点 空间 击胶圈 反击速度 看看 一对一 对一 过来 中路 哎 还坐漂亮 坐过来大门 变向 出了界外 这一脚飞出横梁的大门 也是青岛群场唯一的一次射门 带近一个啊 拿下来 拿下来 一 二 三 收获 加油 加油 三千金 好 河龙海 看看 大门 差一点啊 这个位置怎么放空了 按说青岛队三个中签位 我们也要发挥出全部实力 下半场 看 远色 一个左脚远色 差一点 路海你主要不疼了吧 不疼 这个要还是不疼 管一会 绑个绷在 基本上就没什么 这种比三个式的来到的话 是不是也好 青岛队的实力 完全没有给马震 展现自己的机会 但接下来的苍州 还是让他为自己的年轻 交了学费 这边没人呀 这王毅踢的这么不错 你看他有时候他处理球 他他选择的一些传球 都是提前冠战好的 哇 不是 马震干嘛呢这是 马震所以说他这个 上来稍微有点紧张 这样的话上一场比赛 半个小时刚过 马震送大礼 把球踢给了奥斯卡 奥斯卡把球挡进了空门 出现这种错误 其实我对自己来说的话 我很不想 但是问题出现了 那确实也是自己的一些个不足 中场休息的更衣室 马震悉心接受助理教练 唐田的分析和教诲 而另一侧 何龙海的表情有些凝重 开场10分钟 然后我 我在一次防守的时候 然后又 又 又后侧大腿 然后不就感觉 听了一声响声 然后我感觉就 比较严重吧 还是自己还是咬牙踢了 坚持了半场 没事啊 正好起来啊 有关起来啊 大家呼应起来 还有四个步骤都起来 啊 一二三 生花 加油 加油 一小两小 那一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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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心态放好吧 把自己伤慢慢养好吧 还在那边踢 踢得不好 又要说谁吗 你晓得吧 结束 打给他 可以看 加起来总共也就相当于提了一场比赛吧的时间 明年再来吧 无论是与伤病斗争还是与心魔斗争 这场比赛都注定会成为河龙海与马镇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比赛之一 对于汪海剑同样也是 在比分落后的关键时刻 换下了主力孙世林 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 贸易军把宝压到了汪海剑身上 王爷直接传中 前点射门 跟进 真好 张花今天第四次角形 汉超右脚开出来后点 汪海剑这 再射 礼尚往来 七十八分钟 快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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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是起伏心还是起伏伤 这所有鼓励都能准备了 他们也发生了一些努力 我猜就了 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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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撑 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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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放下来 年轻球员在场上有的时候有失误也好 不稳定也好 其实最大的因素还是心理上的 那么只有通过比赛 让他不断地去积累 经历的更多 那么他的心理才会更稳定 这个是他们最关键的地方 我想我们的小队员 应该会慢慢地很快地成长起来 怎么了 准备退役了 我就好好休息了 这假的简直是 我一个人说 舒服啊 大姐是舒服 你问海健怎么给他抄了 我跟你说 你要进吧 我说我还没进 我说我还没进 我说吧 是关键啊 成长的道路上有喜有忧 有酸有甜 这就是年轻球员们 在这来之不易的机遇面前 得到的最重要一刻 年轻的小将们逐渐发挥稳定 最后一阶段的比赛也来到了最后一场 我现在每天还要泡一杯很浓的咖啡 没休息了它就会有点头痛 然后泡点咖啡就喝得稍微舒服一点 嗯 嗯 嗯 画一张赛程的照片 然后 再选 店里的那个火锅的照片 勾起人家的食欲 再再召集一下 群里面的群友说 本赛季苦难结束了 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 进入了保机组 这个赛季对于我来说就结束了 到了第二阶段 我们进入保机组以后 这些比赛其实已经不太去关注 他的一些什么表现或什么 就当做看人玩吧 往年啊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比赛日的话 基本上不说每场爆满吧 就基本上百分之八十肯定是做到的 然后特别场次比如说 上岗呀 踢国安的这种场子 基本上都是一座篮球 像今天就是球迷来的也就可能就三中 嗯 就比以前要差了很多很多 第七年 嗯 确实是开的时间也蛮长了 我本来是想开个十年老店的 但是现在看样子应该是玩不成了 再大的情怀啊 那个也抵不过那个现实的残酷 毕竟是疫情之后 鸿库足球场到现在两年了都没有开放 没有主场球赛 然后神话的成果呢也不太理想 对我生意确实是造成了特别大的影响 可能明年可能会暂时先画上一个句号吧 这个是所有的人都会失望的 虽然没说觉得能拿冠军马 那至少应该前三前四 哪个样会没有应该是最基本的 最后一场呢 我们也是平常新款 反正因为你赢了 就是拿不达三分或者什么 也没有太大影响 反正我们也给自己一个赛季的 可能寄托的一个了断 他们也等于这个赛季也结束了一个 在今出场联赛最后一场 比赛冰的这种交易 总要操作万一方 准备的准备 2022年的第一场是 我希望今天我们要有必胜的信心 开个好头 然后2022年接下来的比赛 就一直这么赢下去 对吧 今天对很多球迷来说 或者很多媒体来说 这场比赛是没有意义的 可能都不会去看 我倒是觉得这场比赛 是有一个很深远的意义 其实比赛的前半段 比较的沉闷 生花机会也不是很多 就很像这个赛季的缩影 对吧 用一个比较连迈的阵容 去冲击想要的目标 从现实来说 已经被积得很碎了 上半场总体大家做得不错 包括竞争 包括防守 最好毛一军每场 都把所有的鱼儿都拍上去 年龄经过比较大了 中超平均年龄 应该是第一的球队 好 下半场再 下半场 前半段要老队员做一个告别 轻心的力量 通过替补的方式上场 汪凯健55分钟替补上场之后 实际上立刻带动了 球队的一些变化 汪凯健脚后跟人很好 他上场三分钟 就一个脚后跟妙传 给无锡创造了一个机会 到70分钟一个进球 到87分钟一个进球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意义 军军 孕育生花 你只要坚定地走年轻化的步伐 坚定地给年轻人机会 你未来还是会收获很光明的一个成绩了 甚至我觉得曹云丁的那条眼色 也是寓意着生花在未来 就算走年轻化 也还是要坚持于老代心 老队员的经验技术 他还是有帮助的 可以做没有 讨论到少年轻化的程度 还没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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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帮助的 移动完 首先我没想到能进两个吧 然后可能是正好大门的时候 第一个我有意识补射 第二个一个反差场 那球也感谢九哥森士林 他传得非常好 然后我义廷正好打进了 首先感谢俱乐部 感谢毛岛吧 然后给予我这么多的实战机会 然后我感觉下来 我自己应该是异常比异常发挥稳定吧 一开始可能有些许紧张和失误 到后面心态 自信心也慢慢有所提高 总的来说我觉得实战经验 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高 来 大家坐一下 我都会讲一下 非常感谢大家 用一场胜利结束了我们二一赛期 也为我们下一个赛期开了个网络 要很感谢所有所有队友 无论是老队员 包括外员 包括我们的年轻队员 年轻队员得到了锻炼 得到了成长 老队员 你们看到了很好的作用 带头 核心 把我们的年轻队员 慢慢的能够提高 成长 好吧 那么 我们大家齐心竭力 您下个赛期继续在外面一起努力 这话就不多讲了 我现在就是用这么一场胜利 结束了二一赛期 六位二二赛期又还有个好处 大家好好休息 我们休息 接下去呢 我的工作呢 就是我尽量能够 二二年轻大家 带来一些好的 利好的消息 给大家带来更好的希望 让我们在二二年 还是追尽我们的梦想 明天是最后一天了 反正你如果有空的话 你尽量这两天来吧 好吧 我画的时候 我在写这段画的时候 打这段字的时候 我是编写这段字的时候 是边抖边发的 你们想要啊 想要的 你什么呀 我这辈子看到我的车了 就从发完这段之后 第二天开始 就是每天都有球迷 每天都有好多球迷 不断的来打卡 所以最后来看我一下 然后来吃一个大家再约一下 毕竟生活还是要过下去 对吧 所以我还是想把命运 你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不然老师说 要看什么时候比赛 球场什么时候开放 就是完全就是说 没有人的期限的在等待 这种状态 这几天来的所有的球迷朋友 我想对他们表示 一个衷心的一个感谢吧 可以的 想啊 我们要做批 然后我之前朋友圈 我一直说了一个 我就说 只要生花在 我们这些人都会在的 都不会散的 永远都不会散的 我们就算以后店里不见 以后看台上还是会见面的 我会让你带来的 我们下时间 我去帮助 这些人都会认为 我来说 我去帮助 我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